无国与无民 作者林语堂 播音 庄辰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章 中国人民 二 退化 退化这个名词常以为人所误解 因为它的意义只在比较上显出来 而非是绝对的 自从有了艳丽的化妆品和真空地毯扫除气质发明 现代人类好像专把一个人的清洁程度来判断它的品行之高下 因之有人觉得狗的文化意义增高 因为它现在每星期洗一次澡 而到了冬天又穿上副衣 住者曾听到几位富有同情心的友邦人士谈起中国农夫的生活 说他们的生活是非人类的生活 预谋救济第一步工作 似非把他们的毛设和用具总消毒一下不可 其实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于龌龊 而却恰恰在于畏惧龊龊 而且从一个人的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 实在是危险的 彻底说起来 欧洲人生活于温暖适当的公寓而享用奢华之摩托车 其适宜于生存远不如中国农夫之住居低矮而不知消毒之毛舍中 凶恶系天然生存于婴儿与野人天性中之品性 也不是退化之真相 倒是畏惧痛苦才真是退化之标志 一条狗 唐只知道肺而不会咬 常被牵引遨游于世界 给富人们当作玩物 这种狗只能算是一条退化之狼 就令具有约克邓武赛士之勇猛 亦不足在竞技场之外自夸人类之光荣 他只能惊骚其工作之力量而享受舒适之生活 就是进化比较高等的几种生物 它们的身体组织具备较为敏感而精密之机构 更具有特殊技能与较大之生活力 而且有比较优良之意志 此等动物亦非毕竟属壮健与清洁之动物 体格及品行健全与否之真问题 人类与一般动物无异 乃在于它的工作之能力怎样 它怎样善于享乐其生活 并它的怎样适宜于继续生存 官府眼前的自然环境 就很可以明晰数千年来文化生命 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 中国人民也已使其生活 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 而此环境所需要者 为一种持续的精力 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 因此它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 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 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 中国人发明炸药之性质置为幽默 它利用此箱发明物来制作暴涨 以庆祝其祖父之生辰 仅此异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 乃细言和平之路线而进行者 在美术上 工上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 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 在哲学上 它的爱上情理过于公式的辩论 真可由它的原移而轮廓浅平的脸蛋 见其特征 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 并普遍地带于奋斗生活 密切地影响于体格之退化 城市中之布尔乔亚阶级 感受此种影响尤为显著 这样的情形 他偶遇拥挤于街车中或举行竞技会 彼时欧洲人与中国人比肩而立 则更易观察 不畏生殖生活方式与饮食过量之习惯 说明中国布尔乔亚阶级 何以多具尾锤之肩膀 与无神之目光的外形 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 亦数狠义明了 在运动场上 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 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 一切皆较为优越 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许多住居上海的外国育工 对于中国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态度 无不诧异 彼等故未知中国人不耐作费力之常谈 而于应用外国语言实为尤慎 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 不论婚姻上或商业上的 则中道而分离 其故 概源于欧洲人之不耐华人迁缓书徐 而华人则不耐西人之造极好动 从中国人之眼光观之 美国爵士乐队指挥之摇西颤动 和欧洲人在船舶舱面上带跳带跑的大步走路法 简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对于蒋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 其他中国政治领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 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不甘效牛马之任重致远 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 其人生观极为不屑劳行异性以自疲 故蒋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最高领袖 即在其具有较高之坚定本能 与耐劳苦之精力 宋先生朗年辞财政部长职时 曾引用中国俗语力大如牛 以自愈其健康 而并未托辞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 以致经历交瘁等等 以为辞职之口实 称病辞职 故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忌 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 则扬言旧病复发 治所合并 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样明目繁多 自甚弱未伤 以致头昏脑溃 躺欲开议名单 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 即使所患者皆属政治病儿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 即一登政治舞台 大多不负继续求学生活 亦不负从事写作 只有孙中山先生为唯一之例外 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 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 唐使中国领袖中 会有脱落慈基自传那样巨著出世 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 虽至中山世事十二年之今日 世上有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 而内容优美的传记 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 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 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 谈谈无涯无暗之山海经 回到公馆 则磕磕瓜子儿 悠哉悠哉 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 由得未知学者的风度 此等事实 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 所收的材料 总是宝石样的短诗 精细小品文 替有人著作捧场之短序 木志明 简短邮记等等 占据95%之篇幅 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 还是以文雅为上策 当一个人谈不到其武人 才非讲情理不可 无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 郑乔顾炎武那样的人物 他们的伟大著作 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 于果巴尔扎克的精神 这是两千年大科齐头的奴隶生活 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是将中国人民之毛发肌肤 审查一下 也能告诉你 数千年足不出户的 文明生活之结果 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咨须 虽有一级疏落 为此种生活后果的一个势力 因此中国人一般籍 不知使用家常刮虚刀 至如男人家胸膛上 丛毛隆隆 在欧洲所在多有 在中国则未知前闻 更若妇女英纯之上 而留些小资 在欧洲数件不显 在中国勿为情理之外 非但此也 据一家所说 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 为中国妇女之私处 同山卓卓者 实返有图 俗谓之白虎 中国女人之毛孔 较欧洲女人为戏 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 而肌肉因意较为柔软 实为禅族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 此禅族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 鉴于此种时效 广东新丰之养鸡家 将除鸡自幼禁闭于暗栏中 使衣无盘旋之地 因是新丰鸡以肥嫩持名 其味疏美 中国人之腺分泌 想来也比较为减少 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 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 目的乃欲解除皮肤 所散发之强烈臭气 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 当推中国人之生态 盖比之西洋人颇觉 失去一种充实的回想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 住者未有深切之研究 但耳目之应用 尚称优良 书未可非议 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 可由其烹饪之特长 一点见之 北平方言 当一个人说到 闻小孩子的动物 叫做闻小孩子 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 因为闻小孩子 实际上的动作 却是闻秀 这一足以表示 中国人对于嗅觉的 观察之精细 即在中国文学里头 亦不少同意于 法语的美丽词枣 举其前显者 则有玉骨方泽 旗骨相机 花容月貌 蓝智会心 甚至方明方灵 无往而不方 无往而不相 然亦不可谓 非取尽其妙 反之 对于冷 热 痛楚 嘈杂声浪之敏感性 中国人远逊于白人 顾其源于 中国人在家庭 自制体制度下 饱经折磨 对于此等困苦之 逆来顺受 已成习惯 我们的神经 或许即因此 而受西人之恭维 意味可知 中国人有几种 特殊美意 具有仙巧之天才 足证其敏感之精细 如中国一般 手工艺出品 大可负责证明 而相对的 关于遭遇痛楚 则感觉 至为低劣迟钝 中国人民 与领受痛苦的 忍耐力之强大 真可谓匪夷所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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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